讲回来其实故事工厂今年的新的创作 应该说第一档创作 对 白日梦骑士 很期待耶 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他的故事大纲大概是时候 我先从这个故事由来好 这故事其实是我在两年前 那时候就开始发动响做这个作品 那也跟国秀老师聊过 他一直到他在病床前 卧病在床他还在看这出戏的故事大纲 所以酝酿了蛮久的时间 他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唐吉柯德 现代唐吉柯德 他叙述的是一个万年的龙套演员 成天幻想自己是剧里面英雄救美的男主角 那受尽身旁朋友的嘲弄 直到他决定要放弃的那一天 戏里的情节竟然奇迹似的 在他的生活当中一一发生 一上 国秀老师他经常告诉我 一个创作者在做一出戏 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做这出戏 第二 这出戏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 黄志凯为什么要在2014年的 5月9号这天要发表一出戏 叫白人梦骑士 我其实我想要说的那句话是 活在这个22K的世代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 都失去了做梦的勇气了 因为网路太方便 我们都习惯躲在平面2D的荧幕后面 我们习惯用按赞 习惯留言来发表我们自己的心声 你对于社会的不满 对于生活的抱怨 但这世界改变了吗 你的生活改变了吗 为什么不关上电脑 然后离开你的桌子 走出房间 回到你的生活当中 去你的工作的岗位上 去发表你的意见 去改变 试图改变一些什么 这是我为什么要做白人梦骑士的 一个很强烈一个动机 你知道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冒险 但是你去做了 我说 要撞个头破血流 才叫做青春吗 我不青春 可是家风你们还是成立了一个剧团 你要找钱来让他实现这个 对 必须这么干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 就是后来我就在做这个戏 我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连结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风格我们就像是白人梦骑士一样 我们就在勇敢地去进行一场 一场冒险 我们都是现代的唐吉克的 甚至我说剧本在完成初稿的时候 我脑中浮现了一个人的脸 就国修老师 国修老师他也是一个现代的唐吉克的 他曾经在他木制里面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这里躺着一个小老头 终其一生未完成他两个梦想 第一 成立一个两百人的全职剧团 第二 盖一座屏风砖属一千五百人次的演剧场 在他的坟前 你无需放上一束鲜花 只需放上一张 你曾经观传过的屏风戏票 这是一个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唐吉克的李国修老师 家风他把李国修老师的木制名背得一字不漏 是啊 你可以想象吗 他现在在写李国修的编导演二十万字 真的 而且是李国修的口吻 家风我刚刚其实有一瞬间觉得 其实一直都这样觉得 就是志凯讲话的表情跟 讲话的口气连断句都跟国修老师好像 对 我在猜他可能半夜都在看录影带 现在他老师身边 他在磨绑 身边太久了 然后吃他的口水 那所以在我不知道有的时候 也很多人这样跟我讲过 我就觉得有吗 有吗 有 对 有 说回来 其实家风跟老师工作这么久 你也看过老师创作 从舞到有 陪着他一起完成这么多作品 对 之所以会成这个团 其实说白了 因为这一批人 对 也因为志凯 是 所以那我至少在当下 还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 所以我愿意跳出来 让年轻人有个舞台 因为我们不再年轻了 未来的世界是他们 我们能够带来的是过往的经验 跟曾经有过的资源 人脉的资源 是 年轻人有梦 那我是不是可以提供个平台 让他们继续做梦 我常常跟他开玩笑 我说 对 我现在让你作戏 那你是不会赚钱 我要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 赚钱回来养你们这些人 让你们继续做艺术的创作 我这边赚钱 让他花钱 我花钱 其实我觉得作为观众很幸福 之前我们有国秀老师 当然还有很多很棒的表演艺术的人 做很多好看的戏 然后现在志凯在出来 继续接着国秀老师的棒子 更幸福的是嘉峰 就是之前跟国秀老师一起工作 然后嘉峰现在在持续地帮我们 找到好多很优秀的剧场工作者 故事工厂为什么叫故事工厂 因为在这里没有艺术家 我们所有人都是表演艺术工作者 所以我右手边这位是我们的厂长 大家好 小弟 我是故事工厂的工头 工头 你是工头 对 那我们里面的这些艺术行政人员 他们叫李班 是 对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地在生产 很谦卑地 我们希望能够有很多条生产线 能够稳定持续地创作 我们要开发新的故事 台湾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虽然大家对于生活 对于社会很多现状 还是很多的不满 这我理解 因为像你做创作的人 你的眼睛必须戴刺 对 你戴刺你才能够 你才有角度 但是其实 这个台湾很好了 这块土地真的很温暖 你去外面走一遭就知道了 对 其实我觉得要好好珍惜这块土地 那有这么好的资源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断地 源源不绝地去为台湾土地上 这些人去写故事 所以这也是我们故事工厂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理念 在这里我们制造惊喜 制造感动 制造有生命的故事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 郭修老师的精神 然后谢谢我们也很高兴 在你身上也看到了 郭修老师的精神 很完整的传承下来 谢谢嘉峰 再继续带给我们好多好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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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